你小子,还是这么聪明,阮昌师兄果然没看错你。 身材高大的阮昌,带着如邻居大哥般温和的笑容,靠近硝烟,拍了拍其肩膀笑道。 曾经还需要他们守护的硝烟,不知不觉中已经成长了起来,当然,不过和他们仍旧有着差距。 就连如今的阮昌,气息都完全在硝烟之上,乃是一名神之不朽。 而在之前展现出来的实力,仅仅还是一名斗神,再度见面时,竟然已经超越了硝烟之达神之不朽。 这让硝烟十分费解,不仅是阮昌,其余的师兄师姐都实力暴涨,达到了神之不朽的境界。 之前硝烟还一度实力反超,如今却又成了最弱的一个。 阮昌师兄,你们怎么突然就变强了? 硝烟不由的震惊问道,浊石是让他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,自己费尽了多少力气,才达到今天这一步,实力不过地之不朽第九步。 而仅仅只是些许时日不见,明明还是斗神的师兄们,却都不知道背着他做了什么,全部突破到神之不朽。 说来话长,阮昌常常叹一口气,的确,虽然还是那副憨厚老实的模样,但阮昌给人的感觉确实变了,不仅是他,其余师兄们都一样。 长话短说,师兄,真是令我费解不已。 硝烟苦涩笑道,似乎觉得自己的努力,好像还比不过他们的师兄。 小师弟,你是尊上的转世,而我等也是转世者。 按理来说,若是能够恢复前世记忆,其实力就会突飞猛进,加上神兮世界的变化。 我等实力皆是暴增,虽然没能恢复至前世巅峰,但也相差不远了。 阮昌思索了一下,然后真的长话短说,解释给了硝烟他们实力为何突飞猛进的原因。 前世的记忆,这么说,硝烟心里就平衡了许多,他没有前世的记忆,尊上将他的记忆完全抹掉。 硝烟的记忆是独属于他,所以他的修炼速度更加的艰难,举步维艰。 师弟,你和我们不一样,我等的实力或许到这里已经是极限,可你不同,尊上曾经只差一步就踏入无上之境。 而你是将突破无上之境的男人,前世的记忆有利有弊,让我们的认知顾不自封,没有改变,则难以再尽。 我说得对吗?大师兄。 阮昌说完,目光看向柯云。 的确如此,拥有前世记忆,会瞬间明雾太多,可这些明雾未必正确,上一世的止步,这一世同样如此,没有记忆。 我认为是好事,尊上故意为之,更有其道理所在。 短短的时间里,师弟就已经来到了地之不朽第九步,距离神之不朽,更只是一步之遥。 师弟想来是遇到了突破的稚骨,为突破而感到迷茫。 对吗? 柯云沉稳而有力的声音徐徐传出,给人一种莫名的充实感。 还请大师兄指教。 硝烟抱拳拱手。 突破之事,每个神之不朽都不相同,所明悟的规则不同,方式也不同,虽无法给你具体的指引,但从师弟的状态来看,要突破神之不朽,还需时日状态。 急切的状态,太过急功近利,很难明悟到规则本身。 它们的存在,是这个世界的构成,更是在本源之上。 而感悟规则,更需要的是,处于某种状态当中。 面对硝烟的询问,柯云解释道,但仍旧,让硝烟感到迷茫。 突破神之不朽,是掌握某种规则吗? 有人解答,硝烟就继续问道。 可以这么说,但也有可能掌握多种规则,小师弟拥有火焰之心,和雷霆之心,两者都属于本源之力,蕴含规则,所以皆可掌握。 柯云点点头, 虽不知本源,师弟可以去观察,看不同的火和雷,由天地产生也好,人感悟也罢,去看看他们的火和雷,或许会有所启发。 这句话,瞬间将硝烟点醒,他的确沉浸在了自己的修炼当中,火焰之心和雷霆之心,两者都是世间最强的力量,其余火焰硝烟,似乎早就不放在眼里,更不会用心去观察。 以物化凡,以心化凡,要琢磨其规则,则要以凡心去看。 硝烟文言微微沉吟,片刻之后抱拳拱手,柯云所言他已经明悟,并且也找到了接下来的方向。 突破神之不朽,是朽,柯云师兄,现在最首要的,是得去解救女皇不是? 见面之后,师兄们似乎并不担心女皇一般,而是对硝烟的实力开口指点迷惊。 师弟说得对,倒是把女皇殿下给忘了。 柯云点点头,硝烟一愣,之前看见柯云时,还是女皇的迷地一般,随时都跟着不说,眼中的喜爱更是遮挡不住,现在却似乎没有了那份感情。 他们是来自哪里? 叶飞鱼依旧是个小萝莉,精致的打扮,俏丽可人。 五万名先魔古界的强者,实力均在神之不朽,最强的是第三重。 硝烟道,五万名,这个数量倒是惊人。 联合古神界的话,可敢闯一闯太虚。 硝烟问,之前或许还有些胜算,不过有消息传来,太虚有强者降临,乃是曾经的先王,实力不明,贸然去闯,恐怕很难。 磕云面露难色。 古神界的神之不朽强者,约莫在万人左右。 我则是其中的最强者,实力为第三重,开出四元之力。 除此之外,第三重的强者很少,能够与其一战,但却惧怕这位实力不明的先王。 我等若是遭遇,恐怕也难以从其手中存活下来。 来到古神界之前,我们已经和他交过手了。 硝烟离此时在一旁忽然开口。 柯云等人立刻目光看向了硝烟离,当即便是都抱拳拱手。 参见明王殿下。 他们方才反应过来一般,看见硝烟离后,纷纷露出恭敬的表情。 大家不必客气,叫他阅历便好。 我的女儿,按理来说,师兄们才是长辈。 硝烟白白手道。 明王殿下说,你们已经交过手了,和太虚这位先王吗? 柯云震惊道。 其实力是在第五重,但好似地心不稳,不过手段很多,在第五重中依旧是翘楚级别。 我和爹爹都拼致重伤,方才显向还生。 闻言柯云等人,顿时纷纷都倒吸一口凉气。 气氛安静下来,皆是惊弱寒蝉。 四。 我和爹爹都拼致重伤。